GPT是由OpenAI开发的一种新的人工语言模型,其专门撰写对话和文本,人们几乎可以问它任何问题。 这个聊天机器人都会用令人惊讶的精心准备的文字来回答,而且答复的信息比许多人的答复更有说服力。 GPT建立在OpenAI的GPT三大型语言模型家族之上,并通过监督和强化学习技术进行了微调。 GPT是指Generative Pre-Trained Transformer模型,GPT三世含有1750一个参数的语言大模型,其性能本身就很强大。 ChairGPT可以与人类进行交谈,可以回答连续性的问题,它会承认回答中的错误,指出人类提问时的不正确前提,拒绝回答不适当的问题。 当然ChairGPT的答复并非都是正确的,因为正确性需要依赖正确的训练数据,这一点很难完美实现。 ChairGPT的核心功能是模仿人类的对话,但是它还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,例如可以写文学剧本,学生论文,电视剧,总结一本书的内容,编写软件程序,还可以生成游戏剧本,创造音乐,创作诗词,模仿某人风格发推文等等。 ChairGPT所有的交互都是采用自然的文本语言进行的,只要人们在输入框中输入问题或者提示信息,ChairGPT就可以做出相当准确的对话式答复,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记忆能力,因此对话式可以就某个话题连续进行,而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。 ChairGPT是在去年11月推出的,短短几天内就吸引了100万用户的使用,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,由于推出时间短,目前还无法预测未来会有哪些应用,但是在教育、医疗、娱乐、搜索、陪护等方案会有很大潜力。